轻松客气愈小生活,这里是瑶族的科技 中国自从修建了三峡大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为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来说一下中国正在修建的超级工程,投资高达1000亿,号称在豆腐块里施工 相比三峡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座水电站目前正在建设之中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四川地区,我国排名前三的水电站 这个水电站目前正在修建的过程中,总共投资金额达到1000多亿 但是在四川这边修建水电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首先是因为四川这边的地势极为复杂,在修建的过程中 对防止渗漏的要求特别高 施工人员在施工的过程中要不断解决遇到的新问题 同样也要不断地带研究功课难题的方法 由于四川天生具有地势陡峭的原因 所以在此修建水电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而且第一个是地基不稳 在修建的过程中需要克服重重的阻碍 当然劳动人们也是不愿轻易放弃 这是在修建过程中有任何难关也要咬紧牙关停下去 但是这次的施工却被专家称调为 在豆腐块里施工,开发难度非常高 发生任何的施工误差都可能会导致功亏一篑 因此在施工之前要经过细细的探究 确保每个洞室的安全稳定 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而且在修建的过程中 每年可以吸纳7万多人的就业 也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这个水电站的功能主要是发电 也是吸电东宋的主要力量 本期视频是由养子坛科技剪辑制作完成 视频素材源于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